男子扛洗面火器 就往對方身上很砸 砸完還不夠 二殺開始對男子全打腳踢 對方嚇得躲進櫃台 沒多久一群男子手持木刀 衝了進來開始對男子咆哮 嚇得KTV老闆娘 正在旁邊動都不敢動 一下子就二三十個斤 然後你如果拿去就丟 我會補 我本來沒有補 經濟器上拍到 將近30名黑衣男子 帶有大白走進KTV包廂 店家外也站滿肇事民眾 隨時都有可能再次爆發衝突 直到老闆娘看不下去 報警處理 這群惡煞才衝衝離去 包廂內垃圾桶被砸出一個大洞 拜客風也被砸壞兩支 老闆娘看得好無奈 手方人馬一次是朋友 一言不合 竟然就在南投這間KTV上演 全五行大打出手 原本已經握手言和 沒想到還不到十分鐘的時間 對方竟然找來30名好友 對著被害人一陣痛歐 與你之後出動快打部隊 才將他們全部一送偵辦 見洪傑明南投報導